我是覺得他開過道那隻腳的 大腿肌肉是比較穩縮一點啦 對 那個不管是受傷 受傷之後你需要休息 然後你本來是運動員的人 你肌肉穩縮是比較快的 所以你的那個肌肉穩縮 然後你那個手術之後的 如果你的肌肉量沒有再建立起來的話 其實你容易讓你的前夕的地方不舒服 那其實那位前輩說的那個 病骨外翻的問題啊 其實真的是說用肌肉量拉回來 那當然就是貼那個可以輔助啦 然後我覺得最重要還是要 就是重建你大腿肌肉質的力量 所謂重建是什麼 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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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訓練還需要 那個醫生跟我講說 那我要特別去練嗎 他說不需要 你就開開心心走路就好 我說那我可以打球嗎 你開心就不去打吧 什麼都可以 讀快樂治療法 很快樂耶 為什麼他這麼怨恨男生 這種感覺 感覺到重女輕男的感覺 而且他貼雞貼他也不理我 他叫護士幫我貼 沒有 我重建 不是講重建就是做運動 可是你剛剛看完之後 你會發現說 他的專業真的是可以讓我的心很安定 我覺得這還蠻重要的 是 自己哥60幾歲 他年輕的時候是坐卡車司機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來看診的時候 他就說他其實從40歲的時候 就被診斷是 然後他說在那個時候 因為卡車司機嘛 開車可能長途就要3 4個小時這樣跑 所以久坐 然後他就要把貨 從卡車司機搬下來再搬上去 然後那個貨其實都很重 大概都20到30公斤重 他說他每天都要這樣子 反覆200次 就是 就是這樣反覆搬200次 所以他其實是 所以說有一天他也是晚上突然就是 整個就是下肢 又下肢很麻痛 所以他就 他就就是 那時候到醫院來 醫院就診斷是椎間盤突出 他那時候合併有一點點武力 所以其實有建議他要做復健 然後可是因為他就是很忙嘛 因為老公要賺錢 所以他還沒有時間做 他就去房間給人家喬一喬這樣子 那後來呢 就是他就這樣拖 那拖著拖著 後來他開始感覺到 他的右腳其實越來越沒有力氣 他那時候來看我的時候 其實就很明顯看到 他右肢的那個肌肉是比較萎縮的 就是兩隻腳 一隻腳比較粗 一隻腳比較細 然後右腳比較萎縮 那時候其實他無力的時候 醫生有建議他要開刀 要開刀治療 可是因為他就說他開刀要復健 復健小說也要三個月半年 那他沒有經濟 就是沒有薪水的話 家裡沒有人養也不行 所以他就一直撐 他就想說反正他撐到55歲60歲 退休應該就好了 那他就這樣一直就是撐到55歲60歲 那他說來看我的時候60幾歲 他說他最近開始除了 就是還是會馬桶 還是會無力之外 他開始出現一些就是小便 不太能控制的那個狀況 那那時候其實就是 一聽你就覺得這個不太對勁 這很怕是壓迫到了 就是那個追滿突出太厲害 他壓到就是控制小便的神經 那這種狀況是要緊急開刀的 所以那時候趕快把他轉到 那個神經外殼去 果然他就是太嚴重的追尖盤突出 那我覺得他說 可是你退休啦 為什麼會就是又這麼嚴重 他說因為最近就是那個 他兒子就是有一個 就生了孫子啦 然後其實孫子也是重物耶 就是他整天在那邊他都說 孫子是重物啊 然後他說他其實就是前幾天 抱孫子 那孫子他一歲 多大概十幾公斤 抱他的時候 然後其實我們很忌諱就是 你腰椎不好的人 就是坐很低突然站起來 這樣其實很忌諱這個動作 他就是抱小孫子 這樣站起來的時候 就感覺閃到了一下 然後結果就壓迫到他的神經 結果就要緊急開刀 像我現在分享的 也是勞力的工作 就是當醫生 像我們那個 我們胃腸科做一個檢查 叫ERCP 他就是做膽道鏡的取食 他做這個檢查的時候 他要背 因為他在輻射線下做這個檢查 所以他大概一直要背著 牽液在做這個檢查 那有時候一個檢查下來 就一整個下午 有時候從一點多做到五六點 然後像我們有一個醫生 他就是長期在做這個檢查 所以他常常都要背著牽液 常常就會覺得背痠 就變很重 對 做檢查的時候 他就是一般面專心在做的時候 有時候姿勢也不見得很正確 然後長期下來就常常腰痛 那他有一天就是差不多 下午排了差不多六台這個ERCP 就做膽道鏡的檢查 到做了到第五台的時候 他已經覺得自己很累 那時候他們都常常是利用這個 病人推出去 再推進來這個空檔 坐在旁邊休息 他那一次就是差不多到六點多的時候 他就坐在旁邊休息的時候 下一台那個護理師就是技術員 就幫病人準備好 就躺在床上 然後開始叫那個醫生就說 陳醫師趕快要開始 聲音最後一台 他下巴了 結果他就想要站起來 發現根本沒辦法 兩隻腳整個麻 麻得非常厲害 非常的疼痛 站都站不起來 那護理師就跟他說 你不要開玩笑了 我們別鬧了 我們現在要下班了 不要假的 不是啊 我是真的 真的沒有力氣站起來 沒錯 真的沒有力氣站起來 病人也很熱心 病人就坐起來 跑過去也是去看 就說 醫生我看你好像比較嚴重 他說 他就這樣好 你真的站不起來的話 我床借你床 我床借你床 對 那時候就不然把病人床就借他 然後 因為我們那個護理師也很嬌小 他們就兩個合力 把他抬起來 因為幾乎兩隻腳都不能實力了 就把他盤到那個床上去 然後推推兩個人說 我們送你去急診好了 我們去急診 然後到急診的時候 就像剛剛提到的 就是他本來是突出 他那次照起來就整個掉出來 所以鍵盤就掉出來 結果整個壓迫到神經兩隻腳 那要敲回去 這個有可能 急診可能需要開刀也不一定 對啊 我之前有一個病患 他其實是一個59歲的 一個停經的一個婦女 那他長期其實都有在看中醫的習慣 那他之前他就有一段時間 他要阻述說他腳 就是走路就是 越來越沒有力 然後藥酸 然後因為他是更年期嘛 所以大家女生就是這樣 肚子圓圓胖胖的 然後他又缺乏運動 所以腳瘦瘦細細的 那時候就想說 可能只是一般肌肉無力啊 或是有一點點就是 腰椎的退化 結果有一陣他沒有來看診 然後後來他再回來的時候 就原來他跟他先生 因為他先生年紀大概大概 十幾歲 七十幾歲 那他大概只有59歲嘛 他跟他先生就是 一起去做一個健康檢查 結果他發現原來他們兩個人 都已經有 骨質疏鬆 然後導致說有 壓迫性骨折 壓迫性骨折 那通常59歲的女性朋友 會到壓迫性骨折 這種比例來講 其實比較低一些 因為他真的是很嚴重的骨質疏鬆 然後後來發現 就原來他長期因為內科的問題 他有一些自體免疫的問題 所以他長期都有在吃類固醇 那類固醇就導致 他的骨質疏鬆比一般人更快 然後就變成說 他那段時間 他跟他先生兩個人 同時都去打骨水泥 然後之後 他就變成說 他的腰痠那個部分 就慢慢的靠一些像運動啊 靠一些腹筋 因為他剛打完 他其實有一段時間 他沒有辦法走得很久 然後就靠一些叫慢慢的腹筋 慢慢腹筋 到現在看現在可以一樣走路這些 都可以走得比較久一些 嘴巴管不住 抵擋不住 食物的慾望 這會產生什麼問題啊 當今缺乏營養元素 那有時候我們在身體 在缺乏一些營養素的時候 可能你就會特別的想要吃那個東西 當然我們很難在醫學上面 告訴大家 這是有科學根據的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人都會這樣子 就是譬如你最近很少吃甜的 你身體比較缺糖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吃甜食 然後大概是這個道理 然後其實最近有一個營養素 特別的跟甜食有關係 就是 個離子 最近被發現 它跟那個血糖的痕定有關係 所以 可是一般人喔 這個個離子其實一般人不太會缺乏 因為它算是微量元素 它在很多食物裡面都有 但如果你營養極度的 就是你飲食極度的不均衡 不正常的話 就有可能會缺這個個離子 那像我之前有一個案例 他是20歲的女大學生而已 他來的時候 他就說什麼 他最近痘痘長得很厲害 然後後來就是疑問之後才發現 他飲食不正常到一個極限 他說他其實18歲以前就是 還住家裡的時候媽媽會管 所以都還好 可是他18歲去住宿舍之後 他就給我看他宿舍的那個 書櫃的照片 書櫃上面都沒有擺書耶 都是打零食 然後心魚說 都是甜食喔 那他說一開始的時候 他只是就是三餐還會正常吃 晚上可能就會想要吃一點甜食 然後他又說 他有時候晚上回來的時候 宵夜可能就 連吃三包小泡芙 再加一杯熱 三包一兩包 對 正亮 兩包一兩包合理啊 合理啊 合理啊 那你從口味都要來一包這樣 太甜了吧 然後他說最多是這樣 然後他就是可能就吃一些 小顆粒派啊 等等這種甜食 然後後來是怎麼吃呢 因為他實在太愛吃甜食 後來是早餐吃麵包 午餐呢 他就想說那他不要吃正餐 他就吃蛋糕 然後下午又吃這些零食 所以他整個飲食是非常不均衡的 後來我幫他驗那個血糖 他才20歲而已 他血糖已經超飆了 對 因為他那時候看到他血糖的時候 他很害怕 因為他的奶奶就是糖尿病現在在洗身 所以他很害怕說他血糖高這件事情 他就問我說要怎麼辦 那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你有可能就是因為 通常這個個元素的缺乏 就是如果你的飲食裡面 大概35%的熱量 都來自於精緻糖類的話 那你就可能會加速這個 個離子的流失 那個離子他其實跟我們體內的 胰島素的恆定有關係 所以他會讓你的血糖更不穩定 然後就可能會想要 更想要吃甜食 所以後來怎麼辦呢 就請這個女生 就是你至少你要吃可以 但是你不要三餐都吃 不然個離子其實很多東西都有 顴骨類啊 生綠色蔬菜都有 我們倒不擔心他的缺乏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鐵離子 因為缺鐵的人好多 就是缺鐵性瓶的人好多 但叫他吃肉 吃肝內臟啊 又很忙 對我們就希望說這些人 可以補一些動物性的鐵脂 他比植物性的鐵脂 是來著吸收很好 有時候早上起來 吃不了這些東西 其實早上吸收最快 對 可是你 你就覺得我去吃鐵劑 可是你知道鐵劑是最後一道防線 對 你年紀輕輕就吃那麼多鐵劑 到老了 沒東西吃了 就是三十幾歲的女性來看 他就說什麼 他前一天晚上來 然後呢 他前一天晚上就是 因為太想吃肉了 然後呢 就是他就晚上就是 把冰箱裡面一塊牛排 就是拿去煎 一大塊 然後把它吃光光 隔天就罪惡感發作 他就 然後要 其實他提高於他的膽固醇 那其實他膽固醇是超標一點點 反正倒是他缺鐵缺得很嚴重 所以我們就建議他說 那你至少要從植物裡面去補 像是一些紅線菜啊 就是菠菜都很好 那你一週 我就會吃一次紅肉不為過啦 就是因為他膽固醇 也沒有說真的很厲害 那我們身體在缺鐵的時候 本來就可能會造成 我們可能特別想吃肉 因為想要把那個鐵補回來 所以營養的均衡還是非常重要 是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